他會把VROAD BASIC 縮小 然後放在 不管是放左邊或放右邊 反正我只要能夠看到 我將來要做什麼的動作 比如說我將來要輸出到 哪個儲存殼有沒有 這個有一個錯誤 這個應該是E才對不是F 如果F的話便跑到旁邊 那我剛剛這個雲端上的程式 這邊有一個BUG OK 我把它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 這個後面都對 只有這個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拿 我這一段程式來貼的話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所以你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邊就有了 OK 所以 這邊把它run一下 這邊就有了 那當然如果將來 你希望把 你不要說從程式這邊執行 你希望這邊加個按鈕 只要是up 只要是一個sub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個開發人員下面 不是有個插入 那個表單控制箱這邊的按鈕 你可以按下去 然後你這邊可以拖拉一個按鈕 大小自己決定 然後呢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產線人員 這個數量嗎 那你可以把這個點選有沒有 然後再把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並且把剛剛複製的名稱 貼到按鈕1上面 那你將來呢 按一下它一下 它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 按一下 所以那個sub 將來也可以透過按鈕去執行它 OK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如果你把它練習夠流暢的話 以後大概就是這樣順序 第一個先開videobasic 第二個插入模組 第三個寫一個sub 名稱打上去 第四個你就再增加按鈕 那這個事情就OK了 所以步驟大概 SOP固定 好 那接下來如果要再寫一個什麼 叫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那程式如何寫 當然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第二個的話 按這個取消 然後切到visualbasic 那我那個名稱 反正開啟一定是sub 所以打一個sub 空一個 那因為我剛剛有複製那個名稱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名稱貼到sub後面 按enter 好 這樣的話我又產生了第二支程式 所以我們後面有123 然後呢 第二支程式裡面呢 它不是要計算數量 而是要計算總和 那你說老師我要不要重寫啊 其實我自己個人習慣是 如果我跟上一支程式很像的話 那我的習慣會拿上一支程式 這個for到它的range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為什麼 因為不用重寫啊 有些是一樣的 那你會發現哪裡一樣 for i 有沒有 一樣是去這個範圍 一樣是找出產線的人 有沒有 差別是說呢 剛剛是sum等於sum加1 對不對 就是把它的數量加1 可是呢 這個支核不是 這個支核是什麼 我不是加1喔 我是加什麼 我是加這個儲存格 OK 所以不是加1 加這個 可是問題這個儲存格 那我要怎麼表示 其實喔 後面這個地方不是加1 所以抵立就掉 然後加什麼呢 加這個的同一列的c欄 所以這個同一列的c欄 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sales id ategory will add a 把它複製到這邊 複製你可以 контр-c 、百 我習慣是選取它 托拉加一個行IZ 然後呢 把它改一下 因為目前如果假設m 裡面是放 his 可是我要的是C 所以很簡單 只要把mA changes 改成m Segment 就能分 Nerjd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取得4903 然後跟那個sum 假設預設是0加在一起 所以存在sum裡面就是4903 然後在下一個的話 它就變成就是再取的3906 再跟原來的4903加在一起 一樣是存在sum裡面 所以最後的話 sum裡面就是最後的加總結果 那我們再把最後的加總結果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算一下 應該是15嘛 所以把這個1誤改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又寫完了 有沒有發現奇怪 好像沒有什麼改到喔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我剛剛的做法是 1直接產生一個sum 2的話把中間這個 他們這個程式有沒有 把它call到這邊來 那我只有改幾個地方嘛 應該改看得出來吧 這個 第一個 有沒有改第一個 本來是加1嘛對不對 有沒有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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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改成什麼 加他這個工資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這個地方是第一個修改 第二個是輸出的位置 本來是12嘛 改成15 OK 這第二個 所以其他都沒變了 1跟2 還在哪裡 沒有了 那最後再來run一下看看 會不會成功 執行一下 應該是2萬 2萬3千8百 對應該沒錯 這個的話在執行 OK了 所以喔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又寫完了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都 好像又寫一個新的 但是實際上你會發現 90%都一樣嘛 只有這個 跟這個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OK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喔 如果剛剛那個 產線人員數量那個程式 你假設打程式比較慢的同學 不然至少你要會複製貼 你知道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上面 會有一個sab 產線人員數量 你就把它拿來改改看好了